Hello,大家好,我是桑迪 那这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UITurebar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说白了就是工具栏嘛 很多地方我们都会用到工具栏,对不对 那么大家要注意在iOS里面的工具栏 它实际上只仅仅就是一个工具栏的按钮集合这样一个组件 它跟segment还是不太一样的 segment下面实际上它是对应着不同界面元素的这样一个切换 而工具栏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从它本身来说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具栏而已 它下面并不对应到什么什么界面的切换 除非你自己去控制这一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工具栏的相关的属性 相关的按钮组件等等等等 我们来打开一下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还是通过项目代码来看学习它 Tourbar demo OK 打开我们的storyboard 我们来看一下tourbar 放上这样一条工具栏 这个工具栏呢在iOS里面一般要不就是放在上方 要不然就是放在下方 要不然就是放在下方 那么在上方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大家不要把它贴死了 因为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是不是有一个电池这一块 实际上它会有一定的这样一块距离啊 具体的高度大家不用去记多少个像素 我也不去死精英倍的啊 那么有这么一块是留给导航栏的 就后面我们会详细的去讲解的导航栏 所以我们要不然就把它放在上方 要不然就把它放在下方 反正但是放在上方的时候就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距离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工具栏 那么工具栏的话它实际上非常简单 它就是它也是继承我们的UIview的对吧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样式 默认样式还有黑色的 默认样式是什么样子呢 说白了就是浅色的底和深色的字 对吧 那么黑色的呢 就是深色的底和相应的浅色的字 然后还有就是黑色的半透明啊 当然这个现在已经不推荐使用了 看到没有 这已经说了不推荐使用了啊 那好我们还是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就是它的这个bar的这个颜色 我们当然可以用默认的 但你也可以自定义bar的颜色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比较简单啊 都没什么好说的 default 选择一下吧 好我们就用个默认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点中它 你会看到 这个里面这个元素有点不一样啊 它默认的我们打开这个工具栏的时候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就有一个item元素 这个item元素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bar button item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头我们就要配合几个东西来一起学习工具栏 工具栏本身呢 就这么简单一个 就这么简单一个界面 就这么简单一个界面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 然后我们来把它弄一下 把它表到center 水平居中 然后同时呢 我给它的 给它一个左右间距吧 aspect radio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用到它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本身是工具栏 但是工具栏上面是不是有 应该有一些按钮啊 对不对 而这些按钮 凡是跟bar相关的这样一些按钮 在我们iOS里头是专门有这样的按钮组件的 叫bar button item bar button item 那么bar button item说白了 那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栏上面的按钮项 对吧 那这个按钮项 当然它可能是个lab 可能是个button 可能是个image图片 各种各样的都无所谓啊 反正它就是这样一种对象类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放一个 哎 你看 果然又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我们又是这个样子 而且bar button item 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属性的 对不对 它也会有一些属性 包括你自己去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样式 看没有 档啊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甚至它的有一些的图标 我们都是可以去加的 对不对 stop的图标 对吧 那么比方说我们刚才的这个浏览器 对不对 我们看看还有音视频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一个工具栏打造成我们常常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啊 它还有它的一些颜色 你还可以选它的这些图片等等等等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要学习两个 就是bar button bar button相关的 它实际上这也还有两个 一个叫什么呢 一个叫flexible space 就是可以扩展的动态的啊 可以扩展的一段距离 那么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箭头 它是不是两边无限扩展呢 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们用它来做间距 看到没有 我这不是两个bar button item吗 我把它放在他们中间 看到没有 它就会把这两个完全给挤开了 所以这个就是用来做无限间距的 我把他们这样子 那这两个按钮是不是就默认的就到边上去了 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是不是这个脸 我把这个也给它设置一下 然后给它一个reply 这样子方式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sorry 这个bar的话 我还是做一个处理 当然我为了方便起钱 我都是这样子拖 实际上如果你完全抵死了的话 你是完全可以在这里来去设置它的啊 完全可以在这里来设置它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两个按钮 是不是它就被这样子 中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flexible space ok 那么除了这一块之外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要把它们挤到中间来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就可以拖两个flexible sorry 我就可以拖两个这个flexible 把它放在两边呢 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把它删了啊 然后我拖两个 第一个在它这边 第二个在它的右边 这样子是不是这两个就在中间了 对不对 好 中间了之后 这两个之间 其实我还希望它们有几个间隔 一个按钮 一个按钮 或者几个按钮 这样一个间隔 怎么办呢 就用到我们的第三个了 叫flexible space 就是每一个就是一个按钮的这个间隔 我们来放一下 你看它这个两个竖线 就表示固定的这个宽度 是不是也很容易去理解它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布局 是不是就又不一样了 对吧 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种布局的这种方式 好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它的这些事件 比方我点击这个按钮 它的事件怎么样 对吧 好 既然它是一个按钮 那当然就会有事件了 就是我们的一些action相关的 对吧 或者我不用这种方式 我就按照这个按钮 我给它拖过来就是了嘛 那这里当然就要去写action了 大家注意一点啊 这个按钮在这里的话 它实际上是被我们的bar button item包裹到的 而对于它而言 它只有最简单的点击事件 不再像我们外面的一个bar button那样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点击事件啊 那么所以它是非常单一的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去选什么inside up啊什么的 这些就不用再去选了 好 我们就这样就一个play click 好 当它点击的时候 我们打个log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点击了 play click ok 运行一下 点击 大家看 这是不是就证明它是真的被点击了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种情况 再来看一种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 这些都是最简单的button嘛 说白了 对吧 按钮 那我希望放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在我们图儿吧上面 比方放个图片 比方说放一个text field 数框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的 在我们图儿吧里面 几乎你可以放任何的组件在上面 作为它的一个bar button item ok 好 那我来放一个text field 我给它放在这个位置 你看是不是就放进来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当然也都可以正常的去操作的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ok 是不是果然进来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它到底是个什么结构 我们来打开 左边这个结构图 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这个来理一下 这个我们的ture bar 首先是ture bar 然后就是flexible space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bar button item 说白了 这两个都是一个bar button item 只不过这flexible和fixed space 它们是比较特殊的bar button item 理解了啊 它们是用来做什么 做间距的 好 那么这儿 这儿你就会发现 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放text field 是在它下面 被我们的一个bar button item 包裹着的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要自定义一个bar button item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 重新的 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bar button item里面 而让我们bar button item 它对它进行一个封装啊 对吧 这样子实际上对我们ture bar而言 它只认bar button item 大家理解了哈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它它才会有这样一个层次感 而不像其他的这些普通的按钮一样 这么简单 那好 那这块理解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那我们怎么样 它的实际上 它的后端代码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的后端代码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就这个吧 bar button ture bar 1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ure bar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ture bar 它本身有些什么样的方法和事件呢 首先也有delegate 对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监听 UI toolbar的一些什么 的一些状态 对不对 比方说哪个按钮被点击了呀 等等等等啊 这个我就不带着大家详细的去玩了 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 其实它最关键的是这个属性了 叫atoms 就它下面的所有的bar button items 都在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集合 对象集合 那么这个里面 我如果要去添加一个对象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去添加 大家想象一下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就可以去添加任意的这样一个对象了 添加任意的一个对象 对吧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那我是不是就除了添加我们的一个 比方说 我添加一个什么呢 UI lab 我们是不是可以添加 我们还可以添加谁 image 对吧 对吧 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了 各种各样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tourbud 它的后台实现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地方 它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 好 那么往往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真正要添加的是谁 我说了 我们其实是要添加的是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我们的bar button sorry 我们定一个吧 比方说我的buttonitem1等于UI bar buttonitem 对吧 我们实际上是要添加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bar buttonitem 那么这个bar buttonitem你本身如果是想去做它的话 那么我们最默认的是不是就这种情况 默认的情况下是不是就是给它一个title 然后指定一下它的这个样式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你当然也可以用个image对不对 但是你实际上你还是可以用一个什么 纯粹的uiview就是纯粹自定义的这样一个uiview 比方说我刚刚这个textfield 我是不是就是自定义的对不对 那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就给它自定一个 我就给它加一个textfield 我先把这个textfield删掉 通过这删 有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这些地方来进行一个删除 Ok删掉了删掉了之后呢 我在这里自己去给它动态加一个 uiv 태xtfield 然后给它一个cgrect cgrect 比方说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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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好 这样一个bar buttonitem 我就给它实现了 那么然后我把它加进来 叫ButtonItem1 OK 那我们来想象一下 会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运行一下 我们这样子 我们来给它定一下 我们给它重新定一下 TextField1等于 把这道给它copy过来 然后TextField1 然后这里给它一个背景色 好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实现了 刚刚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设定一个背景色 所以它默认的颜色跟这个混合在一起了 然后同样的我们把这个颜色再给它改一下 改成一个白色 这样子会更加的一目了然 大家看是不是 好 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 这个Tourbar是个怎么回事 那后面我们来做一个项目 再做一下演练